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2020年1月绿卡面试亲身经历 此前呢,我们给大家share过一些 我陪同客户去移民局办公室绿卡面试的经历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YouTube视频 我们微信公众号等等 其他地方我们此前的绿卡面试的亲身经历 那今天呢,我陪同客户 去移民局办公室绿卡面试的经历 整个的流程呢,和此前差不多 当然我们会讲到一些新的强调的内容 这个绿卡面试呢,一般来说 在半小时左右啊,就可以结束了 就可以完成了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那么申请人呢,可以有律师陪同 如果不讲英语,或者英语不太好 也可以有翻译人员陪同 这个呢,我们此前都为客户办理过 如果需要,也可以联系我们 那么在提交I-485申请以后 多久会收到面试的通知呢? 这个因人而异 主要呢,还是看你本地的这个移民局办公室 它是不是有很多CASE积压 还是相对比较清闲 所以和个人呢,关系不太大 看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有的客户呢,申请提交以后不久 一两个月,有的人刚打完指纹 还没有收到EAD AP Combo卡 就收到了面试通知就去面试了 有的人呢,他这个提交以后等了很久 一年左右,然后才去面试 然后也有一些人呢,这个排期还没有到啊 就收到了通知去面试的 所以这个时间呢,因人而异啊 不同的时间都有,都是正常 那么我们知道呢,去了这个面试的地方呢 现在一般先要打指纹,要照相 证明呢,确实是你本人来参加这个面试的 目前吧,面试的整个过程呢 看起来比较少录音啊录像啊存下来的 这个从技术手段上实行不难 但是可能有一些程序上的考虑 另外移民局也未必有人手 真正review这些录音录像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这个面试中啊 一般来说移民局主要会问两方面的问题 一个呢,是这个routine的 我们知道i485表有18页长 这里面呢,有一个第八部分 part 8,里面有80个问题 然后移民局有的时候会问到这下面的问题 另外呢,就是个人的一些基本情况 出生日期啊,出生地点啊,国籍啊 父母的姓名啊,等等这些啊 还有呢,就是你个人的这个经历 这个个人情况,个人背景这方面 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入境美国的 入境美国的时候呢,是什么身份 当前是什么签证身份 目前住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 在此前曾经住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 这些方面的这个背景信息呢 应当说还是重要的 需要加以重视 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 有的申请人原来是用B签证啊 旅游探亲的签证入境的 那么知道呢,用这样签证入境 不要马上就申请绿卡 或者入境以后马上就结婚 比如说和美国公民啊 或者绿卡持有人结婚 因为这样的话呢,移民局可能会认为 入境的目的和申请签证的时候 谈到的这个旅游探亲的目的不相符 如果在美国以后已经过了几个月 比如超过三个月 那么你在过一段时间以后嘛 这个想法啊,情况啊,发生变化 这个呢,就更容易理解 那如果不是第一次入境呢 一般情况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人他以F签证 或者J签证在美国短期回到中国 去探亲访友,然后又回到美国 因为不是第一次入境嘛 像这样呢,入境以后不久 再提交移民申请 应当说是可以的 那么还有一个签证欺诈的问题 比如我们曾经听说过 有的申请人呢 他签证的时候说 我要到美国某一个风景名胜地方去旅游 然后拿到签证以后呢 他并没有去那里 直接就去了别的地方工作 未经许可 比如说用B签证 或者是别的非移民签证 没有工作许可的话 工作了很长时间 然后呢,比如和美国公民结婚 这样呢,按照移民法的规定 原则上是可以申请绿卡的 因为你只要是合法入境的 哪怕中间身份有gap 俗话说的叫黑下来很长时间 也并不影响 也可以申请绿卡 美国公民的配偶 还有父母都是可以这样的 但是呢,从另一方面 如果移民局认为 这个申请人当初申请签证的时候 说的是一套说辞 但是后来入境美国以后呢 完全没有按照申请签证时候 说的事情要这样来办理 这样呢,有可能会影响 这个人的485批准 据我们了解呢 在过去的一年里 移民局在这方面呢 比以前更加严格一些 类似的情况呢 比如说有的年轻人 在美国读书工作 父母呢,想到美国来探亲 但是有的人出于各种原因吧 父母在申请表上呢 他就没有写说子女 或者有别的亲属在美国 结果造成呢 不但是原来的探亲的 非移民签证被拒 此后若干年后 等到子女在美国 比如说加入美国籍 可以申请父母了 但是呢,因为有此前的 这个不良的记录 那么也影响到他父母呢 继续在中国办移民签证啊 这个绿卡的手续 那么怎么处理呢 这个并不是说有这样的问题 就一定拿不到绿卡了 还是有一些机会 可以参考我们频道的其他的视频 我们此前讲过 可以申请豁免 有I-601 还有其他类型的豁免 如果你有直系亲属 是美国公民 或者呢 是美国绿卡持有人 然后你能够解释原因 符合移民局的规定 还是很有可能取得豁免批准的 当然这是对于已经 处在这种情况下的 另外还有呢 比如说有的人 原来申请过证据庇护 不管批了 还是没有批准 然后后来呢 又申请了其他类型的移民 那么前后如果 讲到的个人情况 有不相符的地方 那当然也需要 这个严肃对待 是吧 需要更正过来 提供和事实相符的信息 对于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没有发生这些问题的人呢 那当然要想办法来避免 大家可能知道 比如根据美国政府 最近公布的绿卡颁发的数字 来自全世界的申请人 包括出生在中国的申请人 最近呢 每年获得美国绿卡的数量 比以前有所减少 这里面呢 主要是亲属移民 那为什么呢 这一样又有对新闻 对数字的解读问题啊 那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审理的时间 比以前长 那你申请呢 交上来数字差不多 但现在申请要更长时间 才能批准 有的时候移民局要求的文件 数量增加 增加了来往的这个回合数量 所以呢 这个是主要造成 亲属移民批准比以前少的原因 另外还有部分原因呢 是前面提到的 有一些人因为过去的历史 影响到了绿卡批准 那么在这个绿卡面试嘛 在移民局办公室呢 我们还是看到了 有很多人去参加绿卡面试的 这回等了比较长的时间 那绿卡面试无疑呢 增加了美国移民局办公人员的 工作的这个work load 但是呢 移民局对这一点呢 看起来还是很重视的 是吧 那么从政策角度 如果我们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呢 我们知道 美国政府呢 叫checks and balances 是吧 互相牵制的 不是任何一个政府部门 包括总统 就能够为所欲为的 是吧 比如说川普想建这个边境的墙 一直到现在呢 也没怎么能建起来 对于入境美国的限制 包括呢 非法入境啊 这一点呢 到现在也还是不那么容易 管理和限制的 因为有国会 还有州政府 市县等地方政府参与进来 大家都有不同的政策 那么对于已经在美国的人 要地解出境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他在美国 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 有孩子或者有别的亲属 有的时候呢 也往往会上新闻 地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包括犯有轻罪的人 有时候都不是那么容易 地解出境 简单来说 从数字上我们就知道 现在有上千万的 非法移民 或者叫无证移民 在美国生活 这个已经很多年了 然后呢 政治庇护申请呢 也存在有一个滥用的问题 目前呢 有上百万份 这种类型的申请 正在判定等待处理 很难审理过来 那申请提交了以后呢 申请人一般就可以待在美国 当然根据一些新的政策 如果申请人 目前不在美国 是吧 那美国政府 这个川普政府呢 想说让他们在其他国家 提交申请 但是我们看到 这些都不容易改变 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美国移民局 那么能够做什么呢 他们能够做的 一点重要的呢 就是在绿卡审批方面 把关加强审理 比较严格 那么在公民申请方面呢 这个入籍申请方面 就更是如此了 那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在美国呢 现在有很多人 他可以 不管以各种身份 可以待在美国 但是他要绿卡批准 这个呢 需要经过 美国移民局的审理 这个是移民局 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自主决定的 所以呢 根据目前的政策 美国移民局 在这方面呢 比以前要有更严格的标准 那么因此呢 作为申请人 当然就需要重视 尤其是我们知道呢 对于出生在中国的申请人 现在呢 485本身处理的时间 就比较长 另外还有一个排期 从你交130 140 或者是别的申请 到能够交485 485批准 有较长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等待的时间里 很多申请人 包括职业移民的申请人 有换工作的问题 有转换领域和专业的问题 搬家的问题 家庭情况的改变 结婚离婚 孩子出生等等 或者有的人中间 也有身份的gap等等 所以呢 那都要相应的 来合适的处理 这样的更好的准备 485的面试 我们的YouTube频道 微信公众号等等 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视频 音频 讲座 大家可以参考 那么最后呢 在面试结束以后 一般来说 你会收到一张纸 这个给你这个说明 这个纸上呢 一般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呢 就是说面试已经完成了 那还需要等待一个review review以后呢 会给你通知 这个呢 也是正常的 因为目前移民局内部吧 一般要有两个人来审查 这样的话呢 避免一个人的币啊 这个也是形式上的要求 那一般你等 那么从几天啊 到几个星期 或者更长时间都有 那么接下来会收到移民局的通知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除此以外呢 还有的时候 你已经面试完了 但是排期还没有到 那么移民局会给你在这个选项上标记 说那你还需要等待 visa number available 就是说要排期排到了 然后呢 移民局会处理你的申请 如果没有处理怎么办呢 你可以到那个时候再联系 最后呢 有的时候移民局也会说 你这个申请 接下来会转到别的办公室 或者到national benefit center 这个呢 有不同的情况 有的时候是申请人已经搬家了 原来交四八五的时候 在一个地方 后来去面试的时候 是练合已经不住在那里了 那移民局呢 这个办公室会有不同的对待方法 有的时候就干脆把面试转到新的地方 也有的时候还会在原来的移民局办公室来面试 但是面试以后呢 会transfer这个case 或者有的时候 仅仅是因为有的移民局办公室事情很多 有的移民局办公室事情少 它要这个balance work load 另外呢 我们知道也有这个叫NBC National benefit center 移民局的field office呢 理论上说 它不能把你的卷宗存在那里时间很长 如果说你的申请排期还没有到 或者因为别的原因 还要较长时间来处理 那么移民局field office 会把你的申请转到NBC 这也是正常的 我们也有若干客户 申请是在NBC直接批准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2020年1月 绿卡面试亲身经历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